被撞路 原大監控和内政部警政署 签下金融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推动资安勤资 以及可疑交易的分校 从金融业开始提升第一线的 阻止诈骗能力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非常非常努力 而且跟我们的KPI有连结 所以我们银行端 阻诈成功的同仁 我们都会给他激公加奖 而且会给他这个应有的一个奖励 针对防诈阻诈都有奖励 在去年成功防堵了 337件诈骗发生 金额高达1.9亿元 这一次跟警政署合作 针对钓鱼网站的网络金融犯罪 要进一步加强 希望用过他的通路 让这个每年有4000万以上的 这个触及率都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投资是诈骗 什么样是正统的投资 网络钓鱼诈骗通常结合时事 像是这一张脸书放有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的照片 借他的名义写下了 为了感谢大家支持 特别跟许多专家 成立了股票交流群 免费就能加入 也让台湾人工智慧 实验室的创办人杜易锦说 诈骗集团的速度未免也太快 目前这张照片 已经被打炸国家队 出手下架 接近所有的可能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知道什么是诈骗 那后续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不断 找各行各业 甚至名人来代言 提醒民众加入投资网站之前 最好再次确认或是拨打查询专线 以免变成罪犯眼中大鱼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道